香港现时有三个主要的堆田区,分别是新界东南堆田区,新界西北堆田区和新界西南堆田区。 这些堆田区是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建成。 由于香港土地有限,这些堆田区通常建在远离市区的地区。 堆田区的运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 首先,收集来的废物会被运送到堆田区,再被压缩和覆盖。 在堆田的过程中,管理者需要确保废物不会污染地下水和空气。 因此,现代化的堆田区设有防滲漏的底层设施和沼气收集系统, 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 然而,除着香港的废物量逐年增加, 现有堆田区的容量面临巨大压力。 香港每日产生超过15000吨固体废物, 预计现有的堆田区在未来几年内就会饱和。 未来,香港需要更加重视废物管理, 提升废物减量和回收的效能, 以延长对田区的使用寿命, 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。 可再生能源, 循环经济和科技创新都将会是 未来废物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